这个鞋个人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扑盖的一个鞋子 应该就是可以这么说 这是耐克应该说最近10年 或者说最近15年的时间里面 寿命最短的一个系列 Phantom Luna的第一代 Hello大家好 咱们今天这期视频 应该也算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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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的第一期 今天带来的是一个 本应该在半年前推出的一个鞋子 然后这个中间 其实我一直在等它降价 但是一直没有降下来 这双鞋子是什么 就是耐克的Phantom Luna的第一代 这个配色是他当时的首发的一个特殊配色 鞋盒也是特殊的 咱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这双鞋子开箱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配置 以及它的面料是个什么样的结构 再接着以后会推出鞋子实战之后的感受的视频 首先先是这个鞋子的带子 这个鞋带子它的质感上来讲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有绒毛的这种质感 我觉得算是不错 然后一个特别大的耐克logo 另一边Phantom Luna 没有太特殊的这些配置了 咱们来看一下鞋子的外观 鞋子的外观来说 当时应该说是2023年初的时候 就是隐隐约约 大家说这个Phantom这个系列 又要推出一个新鞋的时候 很多人说这个鞋子耐克的logo 位置非常的特殊 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竖着的来了这么一条 然后这个鞋子的外观 再加上它的鞋领 说实话看起来确实很像是曾经的 那个停产的耐克的鬼牌这个系列 当然拿在手上之后 我个人的感觉也是一样 这个鞋子确实有点像鬼牌的第三代 具体的原因咱们待会再说 再接着咱们介绍一下这个鞋子的面料 鞋子的面料上来说 它这个鞋子用的是耐克的gripknit 这个gripknit和这个Phantom GX上面的gripknit 虽然说用的是同样的技术 但是这个鞋子我们能够看到的 就是这上面鞋子的质感 它的面料上的这种感觉 好像和GX上面的gripknit不太一样 那这个鞋子具体是怎么做的 咱们待会假设一下 鞋子的耐克的鞋领比较高对吧 然后这上面写着是 asymmetric fit 这个东西就是说一个非对称的 这样的一个包裹 我们能看到鞋领的高出来的这两边 是稍微的有一些扭转的 就是这个样子 鞋子的后跟这个地方 鞋子的一个Phantom Luna 这个鞋子的缝线和原先的独风的 第二代高帮比较像 曾经那个时候就是2014年左右 开始推出高帮的球鞋的时候 很多的球员会反映说 高帮在后面这个地方 有摩根键的情况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耐克的独风的第二代推出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缝线 就是整个面料两边缝合的时候 正常来讲是正常直上直下的 对吧 它绕开了一点 变成鞋的 这样就是有一定减轻的这种感觉 但是好像独风二那个鞋 本身风平不是很高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鞋子上面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设计 再然后就是这个鞋子的大第一 Phantom Luna的第一代 到现在其实也就半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只能看到顶级上面 有FG的大底 从来没看到说有AG这样的配置 现在其实已经有Phantom Luna 还有Phantom GX的第二代 那两个鞋其实是一个鞋子 就只是鞋子的鞋领 有不同的高低 就有点像是刺客的Veper 和Superfly之间的区别 面料整体是一致的 就是第二代 第一代上面 这个鞋子的 这个叫做Cyclon 360 这样的一个技术 这个鞋子当时在宣发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东西 这样的设计能够减少什么韧带 还有膝盖十字韧带 直接这些扭伤 但是似乎作用不是很大 并且大部分的球员 可能对这样的大底 并不是很买账 鞋子的这个大底 我们能看到中间有一个非常长的 X型的加强梁 这个加强梁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因为这个鞋子是无中底的结构 咱们来待会儿仔细的看一下 这个鞋子的配置 好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鞋子的面料 鞋子的面料上来说 刚才提到了 这个鞋子的面料是和 Phantom GX用的一样的 叫做GripNeed这样的技术 那这个GripNeed 虽然说这个上面写着了 就给你印上去 这叫GripNeed 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个鞋子的面料上 似乎它这个上面的摩擦的感觉 很像是原先的FlyNeed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鞋子 就是这上面的涂层很平整 并没有Phantom GX 或者是现在的Luna GX的第二代 那上面特别像袜子 或者说裸露之物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鞋子 虽然说用的叫做GripNeed 但是这个鞋子的摩擦 质感上来讲 我觉得和GX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摩擦的感觉上 没有特别的黏的那种感觉 鞋子的鞋头以及脚内侧 会加入一些这种棱 就是用来提升摩擦的 那这个棱也是非常的锋利 或者说比较尖锐的 你能够看到 这个鞋子的棱的边缘 完全都是直角 曾经我们能够看到在FlyNet 那个上面呢 它的那些特别是鬼牌的那个植物上面 虽然说会有一定的这种纹理的凸起 但是做的呢都比较大 幅度都比较大 很难做到说像这个样子 特别细的直角样的凸起 那这个东西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GripNeed的这种材质 能够导致这种工艺上的变化 具体是怎么说呢 GripNeed我们知道这个鞋子的面料 它是由这种线外面直接裹着一层这种热绒膜 然后再进行编织 这个叫做GripNeed 那这个GripNeed编织完之后 在Luna这个上面 我猜啊应该是在给这上面呢 整个做一次热压 也就是说最表面的这一层涂层 是稍微有一些热绒 然后再重新进行冷却的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能够看到这上面的编织的纹理呢 变得比较弱了 你就感觉不到有那么强的袜子的质感 反而是会有一点 好像有一片热绒膜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鞋子的这些偏锋利的 这种直角的这种凸起 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这种加工的方式 就是因为我可以先编织完 然后再在上面整个进行一次热压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这个模具可以做的再精细一点 然后你就能够看到 这个上面的摩擦的纹理 更能变得更加锋利了 那我们在这个半年的时间里面 就是这个Luna这个鞋子 出了半年的时间里面呢 我也稍微看到过有一些面料撕裂的这种照片 基本上也还是发力点 或者说是这种脚趾弯折的这些地方 会有面料撕裂的情况 撕裂的这种表现 看起来和GX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个人觉得鞋子上面不可能附着一整张的热熔膜 像是曾经的GT或者刺客那个样子 不像是有一整张的热熔膜 反而是有一些 他们之间可能说是有这么一丁点的这种粘连的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它编织完之后 像我刚才说的 重新再进行一次热压 把最表面上面的这些Grepenet的这些线 就是包着这些线的这个热熔膜 再进行一次重塑 所以说到最后穿多了之后 它的面料有可能会有撕裂的风险 但是这个鞋子好像暂时没有看到有开胶的情况 鞋子的面料大体上 它的工艺 咱们就先猜到这里 然后说一下鞋子面料的这个软硬的程度 说实话 它这个鞋子的面料的软硬的程度 真的不应该加上Grepenet的这个名字 就是这个鞋子拿在手上的感觉 非常的硬 非常的结实 很难想象这个用的是Grepenet这样的技术 或者说和原先的Flyknit也有很大的距离 个人的感觉 这个新鞋的情况下 确实实在是有点硬 然后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鞋子上面有一些U字的这种暗纹 这个当时我们也知道这个鞋子推出的时候 是女足世界杯的那个时候推出 然后呢就有一些 反正就是相当于是slogan吧 是United的 还是叫什么东西 我也忘了 但是这个上面 这些暗纹 这些纹路 应该用的叫做High Tenacity 就是和Phantom GX 还有曾经刺客13上面 用的那种用来加强面料的那种尼龙线 基本上是一致 这个比较深色的这些地方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说呢 对于面料的评价来讲 我个人觉得这个鞋子 就是表现不怎么样 它的面料的这个软硬的程度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鞋子面料的摩擦 也是完全不应该是由Greepknit这个东西呈现的 基本上咱们就介绍这么多 反正我觉得这个鞋子的面料不太好 但是我们群里面 有人基本上应该穿了快十多场了 就是Phantom Luna这个鞋子 它的反馈上来讲呢 感觉还不错 那我估计暖开了之后 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合格的耐克的顶级球鞋 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咱们来说一下这个鞋子的鞋领以及鞋舌这个部分 鞋舌这个部分我们能够看到 在纵向的这个方向来看呢 这个依旧是一个特别偏向于鬼牌那样的这种设置 这个鞋子的鞋舌会稍微的往脚内侧进行收拢 所以说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作这个鞋子就是原先鬼牌的这种延续 然后呢 鞋子的鞋领这一部分也是比较硬挺啊 然后呢 你也看到这两边的凸起是有一定的错位的 这个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我穿着的时候呢 也没感觉说这个鞋子这个领口穿着有多么的费劲 也没有感觉说这个领口有多么紧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我觉得算是一个装饰性的吧 对我来讲 反正高榜我是一直不太感冒啊 鞋子的logo啊 在脚外侧是这个样子 鞋子的内侧呢 这个logo也是一个反的 是这样 没有太特殊的地方 我觉得 然后就是这个鞋子的后跟这个地方 我要说一下鞋子的后跟基本上是延续了 独风啊 我独风咱们不说 我没有那个鞋 基本上延续了和Phantom GX一样的设计 和现在的传奇石也比较像 也就是后跟正中间的这个罩杯的位置呢 是软的 基本上你能够完全的按得动 鞋子的两侧这个位置会有罩杯进行支撑 这个呢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觉得算是不错 但是呢鞋子的后跟的定型 它本身就比较突 所以说在我穿上这双鞋之后呢 后跟这个地方依旧能按得动 也就是说我实际的后跟的位置 和这个鞋子的后跟最突出的地方 有一定的空隙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它的设计上 可能有一些小的问题吧 看大家个人的这个选择 或者说是否能够接受 但是因为这个鞋子本身的价格 现在一直居高不下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尝试 鞋子的内部 咱们接着来看一看鞋子的内部呢 首先是这个鞋子的鞋垫 鞋垫上来讲 其实和Phantom GX差不太多 或者说应该说用的就是GX的鞋子的鞋垫 你可以看到这些画着一些加强梁的这个图案啊 应该说就和GX是一样的 但是呢 Phantom Luna这个鞋子在脚的足弓下面呢 打了一些透气孔鞋垫的面料上来讲呢 是这种反溶的布料的材质 反正穿起来还算舒服吧 但是基本上没有多少的缓震 然后呢鞋子的鞋垫的这个背面 有一些刷了一些胶啊 基本上就是为了鞋垫防滑这么做的 再接着咱们来看一下鞋子的里面 鞋子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干净的 无中底的结构啊 这里面是没有中底的 所以说呢鞋底的这个强度 整个就由这个外底尼龙的这么一层单板 来进行加强 结果呢就导致这个鞋子足弓这个地方 因为你可以看到 本身X型加强梁在中间交合的这个地方 它们两个交叉的这个地方 两边没有加强 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最容易弯折 并且呢因为鞋子的后跟这个钉子 和前面的这个钉子之间的跨度实在是有点长 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就显得特别的薄弱 其实GX这个 Phantom GX的这个鞋子上面呢 也是X型的加强梁 但是呢因为鞋钉 还多了一组鞋钉嘛 所以说中间加强梁的长度不会那么长 你就会感觉呢这个中间的加强还算OK 不会有什么拧得动的情况 但是这个鞋可不是这个鞋在中间 会有弯折的情况会出现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鞋子的鞋钉的 或者说前掌这一部分 前掌这一部分呢反倒要比中间足弓这个地方 要稍微的硬一些 这个前面如果说你单独把这一部分保护好 然后前面进行弯折的话会觉得啊稍微的硬一点 但是中间这个地方如果我去掰的话 你可以看到也能掰得动 就是很离谱的一个大底的设置啊 所以说呢这个鞋子的大底 嗯我个人感觉就是有点呃设计上存在一些缺陷 咱们回到鞋子的内部鞋子的内部呢后跟我们能看到非常填充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个后跟 两侧呢都有非常厚实的泡棉 反正我穿着我觉得还算是比较舒服的 鞋子的中底咱们刚才说了 然后就是鞋子的内衬 鞋子的内衬呢完全不同于耐克现在就是做的这种很薄的这种材料 这个鞋子LUNA的第一代的鞋子的内衬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脚内侧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也就是后跟的这一层内衬结束之后再往前里面一直到鞋头都有一层厚的海绵的内衬 也就是说这个鞋子所有的地方你都能够感觉到算是比较舒服或者说算是比较厚的 然后呢如果说我把这个鞋子放在光下面这个地方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再来说一下吧直接说一下鞋子的鞋头这一部分里面又多贴了一层内衬布 作为加强免得把这个鞋子的面料顶开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这个鞋子我个人觉得穿起来还算是比较舒服 但是呢这个鞋子的厚度或者说这个重量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有点厚重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再接着呢咱们来说一下这个鞋子的尺码上面的问题啊 这个鞋子的因为是高帮嘛咱们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直接来说一下这个鞋子的尺码是US12.5 反正呢LUNA这个鞋 我觉得它这个销量滑铁炉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这个鞋子的尺码实在是太乱了 他当时为了主推说这个是Fourhood 就是这个完全被女性设计的一款鞋 结果卖的时候呢鞋子的尺码先是按照女马进行排列的 然后再进行男马就是说女马是为主 然后进行对应的是男马 结果就导致很多人买完之后发现这鞋小了怎么那么多 然后呢这个鞋子我现在手上的这双应该是EOS12.5 我也算不清这具体是多大的码数 EOS12.5应该是说不上来了 实在是说不上来 这个鞋标里面写着的是EU码数是45 厘米数是29.5 你就说这多乱吧 我就觉得这个鞋子很乱的 所以说呢我个人我就不做这个尺码上的介绍了 这个鞋大概应该是45还是45.5还是46 我也说不清楚啊 因为EOS码是12.5 但是呢反正我正常 平时穿的耐克的鞋 EOS应该是10.5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说呢这个鞋个人觉得啊 真的是一个很扑盖的一个鞋子 应该就可以这么说 这是耐克应该说最近10年 或者说最近15年的时间里面 寿命最短的一个系列 Phantom Luna的第一代 因为什么我个人觉得啊 第一鞋子的设计上来讲 或者说它的设计语言非常的混乱 你搞不懂这个鞋为什么要推出 这个鞋子上面各种各样的技术 拿出来之后 其实Phantom GX已经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是控制器啊 或者说为了提升鞋面摩擦的这样的一个系列 结果Phantom Luna又推出来 具体是干什么 大家都搞不懂蓝本呢 基本上是鬼牌的第二代 对吧 唯一可以说和其他鞋都不一样的 这个大底 然后呢这个大底 你可以看到鞋子中间能这么弯 你也看到 应该说网上还有一些视频 就在穿这个鞋子的时候 只要脚怼到这里面 这个鞋底就开始弯 我就觉得就是很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 或者说我觉得这个鞋至少你中间里面再有一些加强 或者说设计上再把这个模具再改一改 加强量再多加粗一些都好 所以说呢这个鞋呢 哎 反正我觉得很混乱吧 那并且呢这个鞋子的面料 实在是不怎么样 就算是这个鞋摆在了专卖店的一整面鞋墙里面 你拿下来这双鞋 你也会感觉 嗯 这个鞋好像和其他鞋 如果进行比较的话 你说这个鞋在专卖店买2400 2200 我买这鞋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觉得呢 这个鞋铺盖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这个鞋子 Phantom Luna 应该说已经被第二代取代了 那第二代里面就是Phantom Luna Phantom GX 这两个鞋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就只是鞋子的鞋领的高低的问题 低帮叫GX 高帮叫Luna 鞋子的面料呢 我在实体电影看了一下 基本上是延续了曾经GX的那个感觉 然后呢就相当于是GX的那个面料 多加入了一些摩擦的这个纹理 也就是说那一圈一圈的 所以说穿起来的感觉 应该说和GX基本保持一致 我的感觉那个鞋 GX的第二代应该还是不错 但是问题就是GX和Luna的第二代 它的FG的版本用的还是Luna的这个大底 并且我们看到 基本上在1月开始 就是有人开始买这个鞋之后 FG的这个大底 列底的情况 断底的情况非常的多 现在就是说只能建议暂时先买A-G的版本 A-G虽然说用的是Phantom GX的A-G 它这个上面的加强梁也可能有断裂的风险 但是呢断完之后 应该说质量上或者说你还能接着用 还能接着用一段时间 不像刺客15那个A-G断了基本上就是废了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然后咱们最后来说一下这个鞋子 我买的价格吧 这个鞋子呢 是在海外的澳来里面买到的 那这个鞋在澳来里面挂的价格是700来块钱 当它这个鞋子降到这个价位的时候 正常来讲 在以前那些鞋子里面来说 我会说啊 这个鞋子虽然说不怎么样 但是如果说能够降价的话 应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可以选择的鞋 但是面对这个鞋子来讲 我觉得依旧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鞋子 它的设计有点过于超前 并且呢 鞋子的整个的触感上来讲都比较顿 就是有点太厚了 穿着的舒适度上来讲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鞋真的有点太激进 或者说太混乱 没有必要去买 700来块钱 如果说你真的有那么多钱 或者说你真的有很多闲钱的话 你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鞋子稍微试试 倒也未尝不可 但是呢 鞋子的尺码依旧是个迷 尽量的按照鞋子里面标的南马去买 但是有时候很难看到 对不对 那这个鞋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吧 反正700来块钱的话 这个价位 你能够买到传奇的第十代的AG吧 应该也能买到 我估计是今年传奇第十代 整个降价的幅度都比较大 那相比来讲传奇时 我觉得要比这个要好得多 那如果说你有更多的钱 你有更多的预算 你可能有1400 1500的预算的话 Phantom GX的第二代 或者GX第一代 还有刺客15这些鞋 都可以纳入到你的考虑范围 当然对于我个人的喜好上来讲 我更喜欢阿迪 所以说呢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会推荐X这个系列 总体来讲就是这个样子吧 这个鞋子 我觉得耐克一个比较失败的尝试 很久以来 耐克都没有这么乱的一个系列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双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也就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 别忘了点个赞 或者长按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说你身边的朋友 有对于Phantom Luna这个Fourhood的一个鞋子 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把本期视频分享给他 作为一个参考 那我是金奇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